当然在疫苗还是不断要追追追 因为呢如果我们不追还有谁能够追呢 加上我们的府院党不断的在模糊焦点 拿一些寸冬奥热等等的 让你试图要忘记我们的疫苗问题 但请注意了我们9月将进入到疫苗荒 这个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呢 而昨天卫福部次长薛瑞仁他也承认了 首先这第四第五个疫苗打完之后 可能会剩不到50万剂 那包含薛瑞仁他也说了 目前的存量似乎是有所不足的 那接下来就看8、9月份 还有没有疫苗到货 这是非常被动 而且听起来也毫无掌握的一种说法 他说疫苗应该会再进来了 但是在还没有实际抵台前 我们也都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这一席话看起来挺悲观 也挺骚急的 不过我们再重新看到 那些年说过疫苗充足说的政治人物 首先是谁呢 总统蔡英文在7月28号怎么说 疫苗配送足够啦 地方不依顺序施打 苏贞昌说 疫苗的量足够国人来施打咯 陈时中说疫苗够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 确实其实这句话也没错啦 就时间拉得很长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空窗期 但总体我买的疫苗是够咯 更别提律委他们在之前开党团记者会的时候 也说疫苗充足论 大家也还记得吧 罗品成也说没有开新专案的必要 党民间党别政党党其他县市 一直在重复的说疫苗足够说 结果现在哎呀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告诉你疫苗真的不够了 而且可能我们八九月份还会不会有疫苗到 我们在等呢 有这个 嗯 对这些白痴来讲 他们只有讲自己心里面的话 然后跟自己所处的状况 根本没有为你现在处的状况 再做思考 这买的量是怎样 精打气算刚刚好就好 不是 因为台湾根本买不到 不是台湾 应该真 我更精准的讲 就是陈时中买不到 就是蔡英文买不到 我笑你们本来就买不到 你买不到又不是全台湾买不到 因为郭台铭随便出手 一个月就买到一千万了 夹着台积电可以一起买到一千万 实际也随随便便就买到五百万了 全台湾只有蔡英文跟陈时中买不到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现在一直告诉我们够了 其实他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话是高端够了 我们高端未来一定够 我们一定要你们做的 买的高端疫苗一定够 你们就不要再去想其他东西了 就是这么大白话 台湾根本没有所谓疫苗布局 我如果真的 说实在的 这种议题我讲了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你每天吵这个有什么用 你讲疫苗 他们能够有 我觉得应该要告诉大家 全世界的真实状况吧 我觉得一直在台湾混这种口水 然后呢 疫苗不够都是事实嘛 你还要在吵什么呢 我还在讲什么 我讲不两百次了 对还包含你国外的幸福也让大家知道 每次贴一个这个 然后就要我讲说疫苗不够 你们不够 你们买不够 不是废话吗 他们就是买不够嘛 那国外到底状况是什么 应该让大家知道国外的状况是什么 你看看国外 光一个郭台铭 这个等一下我们讲了 国外的状况 你去问问即将回来的疫情主播 你去看疫情主播 什么叫做够了 疫情到美国去打BNT 他到药局里面一看 那才叫够了 他第一个他场所他自选 疫苗种类他自选 对你自己我够了意思 我就像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上礼拜我访问他 他告诉我够了跟不够 够了有两种境界 什么叫够了够了就是 你今天我想要打 我随时可以打得到 可是台湾现在就是常常打不到 一下子呢 这边又又光新北市 8月1号到8月4号 就是没有疫苗可以打 然后呢出来的就是这两句话 疫苗配送足够 但是你们按照顺序打才够 我听你在那边放屁 你本来就是不够嘛 足够的意思是就算 不按照顺序打你也够 那个再叫足够 不是我觉得够了 是你自己不规矩所以不够 什么叫饭吃得够 是我不管你怎么吃 你要吃三碗五碗八碗 我一定让你吃 所以那一锅饭一定够 不是我限制你说 今天每个人只能吃两碗饭 这样子一定够 请问下这叫够吗 那不叫够 我们当兵的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做兵的时候不是都这样 什么叫饭有够 因为我们年轻人饭量很大嘛 所以我们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火房会跟你讲说绝对够吃 意思就是 他等一下这一锅吃完搬走 下一锅再来一大锅 对 吃到你怕 那个才叫够嘛 我们以前怎么吃 以前就算吃到菜不够 但是饭一定够 为什么 菜汁还在啊 你会记得吗 因为很饿嘛 菜都吃光了 可是白饭弄完 菜汁再咬下去 照样再吃一碗 那才够 但是说实在的 菜够不够 菜不够 但是饭够 对 这个叫够了 那刘和然说 另外一种够了 是我不但够 我还可以挑菜 因为当兵以前都是三道菜 对不对 然后一个零食 然后一个饭 那是常常啊 大家喜欢吃那两个 全部摟摟摟摟摟 排到后面的那两个都没了 然后另外那个什么茄子 大家不爱吃茄子 青椒 那剩下一大堆 可见肉跟蛋 那个就是不够 那所谓的绝对足够是 你鸡腿再怎么夹 我跟你讲 就算你全部都夹 我还是够 我一直补到你鸡腿吃怕为止 那个叫做完全够 请问一下以上两个条件 刘和然说的 哪一个我们有中 你不要这样 我们是我们有准备白饭 准备的不够 白饭补不上 今天没有准备白饭 白饭不就高端吗 你还把高端当白饭 他没煮好 今天只是没煮好而已 你怎么这么讲究 饭至少 饭至少是能吃 营养成分够 那个不叫饭 那叫 先不要先不要 那个字讲出来 大家不好听 先不要 噗开头 先不要 那个能吃吗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里面是什么嘛 你敢吃啊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敢吃 那个就不要讲了 你随随便便去看 现在世界各国 人家怎么在布局的 我觉得应该要让 中天应该走自己的格局 我真的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各位制作人们 我们一直做跟别人一样 骂 然后这个高端疫苗不够 然后不够 然后呢 骂完了 我觉得中天的观众 还是不知道 什么叫够嘛 我只是一直骂 说这些人一直骗我们 不够 然后呢 你知道韩国 人家怎么布局他的所有的疫苗的 那所有的从买 他整个国内从BNT AZ 莫德纳 所有的买之主的 都是以成二人口以上的品牌在买 美国当时也是 AZ也是两倍以上 BNT也是两倍以上 所有能做的 他全部派人出去接触 主动 至少就是主动去拿 第二 国家派出三星 跟SK 两家企业 成立生技公司 两家 代理总共三个品牌的国际疫苗 现在韩国 三支疫苗自己做 五支疫苗自己买 请问那台湾呢 我们做了哪支疫苗 有哪一个我们自己买得到了 除了郭董的BNT以外 AZ要看人家的脸色 还要人家送 莫德纳还要用40台的战车来换 请问哪一个品牌是我们自己买得到的 没有啊 那你一直跟我讲够了 所以我觉得各位观众 你们要知道的是别人怎么做 而我们现在这些人 王八蛋在怎么帮你做 韩国人家怎么做 你就看看日本又怎么做 日本现在是可以丢AZ给你 我们坦然面对事实嘛 就是把AZ丢出来给你 那其他的呢 不要说什么 你跟我讲说我们不要比日本 那比韩国嘛 不是很想赢韩国 韩国现在也比我们强 好 比越南 你去看看越南 我这里我电脑里面都整理一整套 我今天我在 因为我没有准备 我不晓得 所有的每一 你看越南的 人家的布局 人家前面之前也是排在世界前三名 人家的防疫任性也是非常的高 可是现在的防疫人还在我们前面 为什么疫苗 整个越南不但压下去 开始去买BNT 越南在7月初的时候 已经进来第一批19万剂的BNT 他们在前一段时间也跌了一下 他们也疫情也飙高过 跟我们同时啊也是5月份啊 5月份呢 马上发生 人家马上BNT去买了900万剂 然后呢 7月份马上来了19万剂 我们呢 5月份还在炒BNT 要不要给他EU 5月28日他把EUA趕掉了 然后呢越南开始去谈 要代理生产剂疫苗 越南也在找越南 我再讲一次 GDP比我们低了越南 泰国呢 连泰皇的达罗森剂 先罗森剂 都自己去硬要了 哪怕里面纷纷扰扰 可是起码人家也去做了 这些国家全部比起来 更不用说新加坡 陈唐山讲 屁股大的国家 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多少次了 人家组成的是疫苗 疫苗 購买的小组 由国内的陈时中 张善纯这些教授 人家也是 选出这样子的专家 在三月十八号的时候 就已经洒出去了 二零一九年 已经洒出去了 拼命的到处去找 然后呢 就发现全世界一百多支疫苗 有四十支是可行的 这四十支呢 全部拿回来新加坡 全部开专家会议 我们的专家会议像什么 人家四十支拿来专家会议 一百多个专家出去 每个药厂去查厂之后 拿回来自己专家会议 你分成四十批再去评估 每一支疫苗的可行性 后来挑出了五支 BNT莫德纳科兴 还有后来的两支 所以这四十几支 他们都是买得到的 然后他们去选 要用什么 不是买 他们那个时候是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 疫苗哪一支会成功 他们只是听说有谁在做 就过去了 听说土耳其在做 马上派人去土耳其问 听说古巴在做 派去古巴 当然美国更不用讲了 所有的厂 全部能派的都派出去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